记者从多家市场机构了解到,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,将于7月23日开启,照目前走势预计店时对应下条100元每多,隆重资讯分析是李燕对华商报记者表示,根据时间窗口推算,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将于7月23日开启,到7月17日收盘,美额增产即可能放松,对伊朗制裁继续带来利空。 但将一商逢抵买入,国际油价先抵后涨,布伦特原油期货到达72.16美元每桶,截至7月17日,原油综合变化率负1.69%,预计对应下条幅度100元每多,新一轮成品油条价窗口将于7月23日24时开启,7月9日24时成品油条价熟悉兑现, 7、财油零售价格分别上桥,L270和260元每多,根据时刻工作日原则,半轮调价窗口,为7月23日24时,7月18日原油变化算如何呢? 据今联创成品油分析师韩从测算,截至7月18日第七个工作日,参考原油品种均在为713.09美元桶,变化率负2.36%,对应器材油价格下调90元每多,在定价机制运行过程中,不排除根据进口结构等做出些许调整,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对华商报记者表示,近期原油价格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低,半轮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价下调已不可逆转, 目前西安等多的已经进入了三幅天,有车群体大多开车外出,高的将导致汽车空调用油增多,半轮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,可谓是一场及时雨,车主的用油成本将有所下降,华商记者黄涛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